2020年8月3日,恒丰银行总资产突破20亿大关 分行仅仅打到20家分行,迈入新的里程碑 请看本台记者秦鸿军的报道 恒丰银行吴文龙董事长代表董事会全体成员 感谢银行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 同时感谢所有股东的信任 以及广大客户对于恒丰银行业务的长期支持 吴董事长特别提到 今天这个业绩对于一个成立22年的社区银行 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6年前 2014年4月28日 恒丰银行总资产达到10亿的庆祝场面 短短6年的时间,我们将总资产又翻了一倍 这跟所有董事会成员以及员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今年以来,年初开始的 要继全球新冠疫情作为必需行业 疫情的肆虐并没有影响恒丰银行的正常运行 为了给广大客户提供安全的服务环境 对外鼓励客人使用Drivers through方式进行存取款业务 并对于必须进入大厅办理业务的客人实行预约服务 本次疫情对于中小企业业主产生巨大的冲击 恒丰银行协助近300个中小企业主申请SBA提供PPP loan 总金额近1亿470万 在困难无助的情况下,给中小企业主非常大的帮助 可谓及时雨 吴董事长表示,总资产突破20亿大关 对于我们来讲是成绩 同时也是一个新起点 未来,恒丰银行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这一原则 以期在大环境变化的情况下 始终保持继续发展,持续增长的趋势